记者许卓勋桃园报道,桃园市长郑文灿今天视察机场捷运A21环北站及A22老杰西站,目前中立延伸现实工进度已达成50%,最快4年内渴望通车令A23中立车站预定今年开工。 郑文灿指出,机械中立延伸段已完成太半A22老杰西站站体结构以及配合铁路地下化所进行的路线降挖也大致完成,是附近与高铁局协生后,希望在A22老杰西站完成后及早通车。 按照交通部高铁局的时间表,预计于4年内完成A22老杰西站,应积电标连续流标期次,成为工程延档主因。 郑文灿表示,A23中立车站区等封闭源化路地下道后才能开工,因此市府另寻替代方案拓宽中心地下道,成为双向各三混合车道。 在拓宽工程于今年8月完工后,A23中立车站就可动工,工区目前已完成交通标志设置的拼敲除及钢轨装打设,正进行土方开挖及既有海水箱和改道。 郑文灿令说,替代方案完成后可先铺设临时轨道,让铁路地下化机场捷运延伸线捷运绿线延伸线三铁共购的A23中立车站早日开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